98年的竹鞋盃记忆非常非常的美好 要让转身过人的 是13号 王义军 我们每个人多出点力 自己横上内线 马林斯好机会左脚大门 竹鞋盃这个赛事 非常重视的一项赛事 我的竹鞋盃的第一次记忆 应该是95年 上海生花今年已经得到了 95甲鱼联赛的冠军 此战如果获胜的话 将是他们获得宝贵的 95中国足鞋双冠网 因为南京离上海比较近 海陆空 从三方面去了一万多个观众 生花队的拉拉队 更是声势浩大 21,000名观众的体育场 上海球迷几乎占了一大半 就像当头一棒一样 错失了这个冠军 比赛进行到四分钟 泰山队发击外球 制作剑内 唐小诚令对方 防守出现了顺序空档 一个扫射 皮球飞入网内 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如今 已是上海生花队 代理主教练的毛义军 依旧遗憾不已 而在职业化初期 上海生花和毛义军的 足鞋杯技艺并不美好 他们三年内两进决赛 但都杀鱼而归 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 最后一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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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海生花没有进入中超征冠组 足鞋杯更加成为全队的重中之重 而毛义军的身份也比之前发生了转变 由助理教练成为了代理主教练 尽管身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但毛指导的目标却未曾改变 应该说足鞋杯这个赛事 在我们俱乐部来讲 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的一项赛事 每次的杯赛 我们都是竭尽全力去取得好的成绩 希望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目标 所以今年也一样 从球员到教练 毛义军亲历了上海生花队 全部三个足鞋杯冠军 对这项赛事的感情溢于言表 如今转身成为代理主教练 不知道毛指导能否在足鞋杯上 再次留下自己的名字